接下來關心天氣的部分 好簡單講 接下來天氣 在白天雨稍微會暫緩 但是雨還是會持續下 但溫度可能越來越低 我們先來看到在雨量的部分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在包括了北部東北部地區 這雨還是非常明顯的 昨天氣象局就針對了北北基 宜花地區發布了好大雨特曝 而今天清晨 其實部分民眾應該可以感覺到 有時候間歇性的雨會一直的下 尤其在北部或東北部地區的部分 而且在台北山區的雨 有時候來得又急又猛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這是在雨量的部分 好另外在溫度 我們剛剛提到溫度 目前的即時的溫度可以看到 在北部像台北18.3 18.4度左右 那在北台灣宜蘭是稍微回到20度 好在台南高雄也大概在20到22度左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最低溫的部分 在清晨最低溫 苗栗公館就13.9度了 好所以今天在白天 雨量會稍微的緩和 那溫度也許會稍微回升 但提醒您是冷空氣 入夜就要來了 中部以北的低溫 下探15度 好所以這感覺還是濕濕冷冷的天氣 如果我們來看一周天氣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發現 大概在禮拜三 也就是今天入夜之後 一直到禮拜四 最為明顯感受到溫度會往下掉 你看到22度到20度左右 就是在高溫的部分 最低溫16 甚至到接下來禮拜五 15度的低溫 而且濕濕冷冷的天氣 要一直到周六了 好所以到周日才有可能 下雨緩和 那溫度再往上升 所以提醒您今天 冷空氣東北風的部分 影響還是非常的大 大家還是要注意保暖 還是要須一代語句